大家好 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养菌子蓝浇水 因为很多花友都知道给菌子蓝浇透干透 那么如果说我们不把握好干透浇透的话 那么就会误导了很多花友 以为是等到这个土壤完全的干了再给它浇水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很容易引起菌子蓝的根系 产生空根 那么我们如何分辨干透浇透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抠一抠这个土壤 这个手慢慢的抠下去 大概抠到这个土壤的三分之一的位置 如果是干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浇水了 干透浇透也就是达到这种效果 如果说有些话有理解错误的话 等到底部这个土壤完全干透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给菌子蓝浇水 那就晚了一点 所以我们一定要正确理解给菌子蓝干透浇透是怎么分辨 如果说我们的养护环境通风条件好一点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缩短浇水的距离 如果说通风条件不够好 那么我们可以延长浇水的距离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菌子蓝烂根 或者是错误判断菌子蓝是否要浇水 我们给菌子蓝浇水的同时 最好给它对上一点蓝科中用有机养液 因为这种有机养液它是一种有机肥 不会伤害菌子蓝的根 而且它是一种微生物型的植物营养液 那么我们经常使用就可以让菌子蓝的土壤中 微生物更加的充分 能分解土壤中的有机制转换为养分给菌养液吸收 那么这就是我们养护菌养液的一些小技巧 我们下期再见